那年在闹非典 家里来了个客人 一口近北方言 一听就知道是从山西来的 这个人在家里祠堂边上的耳房里 和组长说了很久 到下午快开放的时候才走 他和组长说的最后几句话就是 组长道 要不留下来一起吃个饭吧 来者回道 不麻烦了 还有是 组长道 别客气了 我们家自己酿的杂粮酒滋味不错 比茅台五粮液也差不到哪去 不尝尝 来者显然是个嗜酒之人 只见他犹豫了一番 最后还是舔了舔嘴唇道 不了 真有事 耽误了正经事 回去我大哥会打断我的腿的 组长见词 也就不再挽留 拱手相送 来者也按照老江湖的规矩 他腰做衣 转身头也不回地大步踏出了院门 大家好 这里是观山太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来者一走 东西两箱里一直厚着的几个老头子 就都走了出来 一个年纪有点长的老头子 直接就问 他怎么来了 他们家又出什么事了 没等组长回话 一旁有一个年纪烧青的老头子 抢先问 这个人是谁 我怎么不认识 那个一开头问话的老头笑道 我认识他那会儿 他才二十岁出头 你看看他现在都多大了 你们那时候都不在家里 不认识也正常 老头子话语突然一转 又是跟着之前的问题 继续追问组长 四叔 他来是当年那事 组长一摇手打断 和当年那是没关系 是他们家又出新的幺蛾子了 老头子文言 放下心来 自言自语道 不是就好 不是就好 年轻点儿的老头 这个时候很是诧异 又问 这人到底是 年长的老头子直接道 山西渠家的人 众人文言 都呜了一声 表示都知晓了那人的来处 对近代时 特别是近代中国经济史了解的朋友 此时也都应该知道 这个渠家的来历了吧 这个渠家正是当年明清时代 显赫一时的晋商的主要代表之一 任何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人 都不可能回避一个话题 那就是晋商 晋商最早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 而晋商的始祖就是武士爵 对于这个武士爵 大家可能很陌生 但要是提到他的女儿 大家就不会陌生了 那就是武则天 武士爵就是武则天的亲生父亲 当年时任太原留守的 唐国公李渊返随起义 当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 木材商人武士爵从财力上大力资助 李渊父子就是凭借着 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部队 和武士的财力开始逐鹿中原 建立大唐后 武士爵被封为国公 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 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 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 这是后话 而晋商真正发扬壮大 是在明朝末年 当年很多山西商人 以张家口为基地 源源不断地向东北的后金部落运送货物 包括粮食、草药、布皮等满人急需的物质 后来渐渐地 山西商人利用自己 可以自由出入关内外的便利 开始暗地里帮助后金器人 传递文书情报等 军事政治方面的资料 算是为满族人日后的静官夺取中原 提供了不小的帮助 从这一点来说 晋商可以算是一群只重金钱利益 而不顾民族大义的敛财者 但是也正因为这样 在满清建立起大清国之后 对晋商的态度也是极为礼遇的 在经济和政治上 都给予了晋商极大的回报 而晋商也一直投逃暴力 满清几百年间 双方的合作是十分的顺畅和成功的 最著名的就是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 慈禧老佛爷直接就逃出京城去投奔晋商 寻求保护和帮助 而战后缺钱少银的清廷 也是从晋商那里借钱来偿还战争赔款的 由此可见清廷对晋商的信任和重视 反之也可以看出 晋商在财力上不愧为师父可敌国 可惜有句俗话说得好 花无百日红 人无百日好 随着清廷的日益腐败 和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综合力量的日渐衰落 晋商也渐渐地立单示威了 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之后 晋商便完全丧失了在蒙古和远东区域的经济操控 所有以往一本万利的生意 例如茶叶、瓷器、棉花等 都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 失去了市场控制能力 并且逐步退出了整个市场 所以说一个家族或者财团的强大 终归都是虚秒的 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 终将是水花物月 长久不了 到了民国的时候 拿得出手的晋商人物 勉强就只能算上孔祥锡一个人了 几百年的晋商繁荣盛世 算是彻底走到了尽头 而齐现取家 正是这一场历史大戏里的小小缩影 我们家祖上曾经算是徐家的家臣 从雍正年间 我们家就已经跟随着徐家的马帮标队 走南闯北了 徐家让我们家吃穿不愁 我们也让徐家在一些方面 不受别有用心者的骚扰 但到了民国 北洋政府土崩瓦解 整个晋商不知道有多少家商号风势斋饼 徐家也遣散了众多家臣 归隐田间山林 不在商场打拼 我们家里的人这才完全自立门户 开始在江湖上闯荡名号 到了如今 虽然两家已经没了什么明确的关系 但祖辈终归有着上百年的过命交情 所以每当这家人出了什么事情 我们家总是不问缘由的拼死相助 而这家人虽然算是衰落 但依旧是饿死的骆驼比马大 家底总是有一些的 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家准备开始向北方 扩展生意急需资金的时候 也是他们家毫无条件的 掏出了比我们所求的金额 高出一倍的金钱 大大缓解了当时我们家的经济上的窘迫 故而我们家里对于徐家是很尊重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徐家的人来了 直接是由族长接待的 一般的来客 不到省级 族长是亚根不屑于露面的 所以这次一听说 是期限徐家的事情 家里几个地位举足轻重的老头子 都连饭都不吃了 缩进了祠堂去一室 族长这个时候才把徐家的事情说给大家听 徐家在齐县的乡下 有一座宅子 算是祖宅 曾经被管家强收国有 并为其名曰历史保护建筑 但改革开放之后 又还给了徐家 原本当地想用这个宅子 弄一个农家乐之类的 乡情旅游景点 可这里实在是过于偏僻 再加上山西本地 像乔家大院那样的 昔日晋商豪宅多不胜数 这个小小的院落 压根也没有什么竞争优势 所以也就闲置了下来 彻底归还给了徐家 徐家其实一直也做着一点小本生意 虽然不算什么一本万利的大本买卖 但凭借着祖辈们 几百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和人脉 也把自己的小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有声有色 但如此顺利的生活 终于在去年开始了转变 徐家的生意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他们家的很多相干人员 都遭遇了大大小小的意外事故 摔断个胳膊腿的都不算是了 车祸什么的都发生了三四起 对于这样一个 人数总共也没超过百人的家族来说 如此频繁的事故发生率 明显就有些不正常了 徐家在本地也请过不少半仙大神的去看 都只说是你们家的祖宅有问题 但是徐家人回了祖宅各种查看 都没有发现问题的所在 请的那些人去看 也都没看出什么事情 但是意外的事故还是在不停地发生 于是徐家人逼不得已 才派人跑了几千里的路找到我们家 来寻求帮助 家里的老头子因为没人到现场去看过 也商量不出个所以然来 于是就找了最近的一个老头 让他去山西看看 这个老头子在家里也算排得上号的 所以众人公推由他出马 也都放心 组长当晚就电话给那个老头子 在电话里吩咐了半天 足足说了一个多小时才结束 废话不多说 只说这个老头子到了齐县当地 徐家的人早早地就在车站等待 一接到人 立刻开车就往齐县乡下开去 老头子在车上也问了不少问题 可是来接他的人 也没有说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老头子暗叹一口气 心想只能到了地方自己看了 到了那个村 老远就看见那个大宅子 灰蒙蒙的乌凉 在一片寻常瓦房的衬托下 显得肃穆庄严的多 等到车开进了 老头子就看见院门口 早就等着一群人了 想必就是徐家的人了 老头子下了车 免不了又是一阵子寒暄客道 随后 老头子就被徐家的人带领着 在这个硕大的老宅子里 转悠了起来 老头子一边走 一边不停地摆弄着自己的小罗盘 果真是百年前所建的宅院 在风水上毫无偏差可言 甚至可谓之完美 老头子不由地感叹着前辈的智慧 一边去暗暗地在心里起了疑问 这个宅子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啊 那这么多事故的起因又是什么呢 这一切绝不会是巧合 临走之前他已经起过挂了 从挂像上来看 和徐家人之前请的那些人 所说的一样 问题的确是出在徐家人的祖宅上 老头子在宅子里 前前后后转了三圈 终于停了下来 他对着徐家人说 这么转下去也不是个事 我也没看出来 你们家宅子里有什么问题 我就想问问 最近这个宅子 有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徐家人不解问道 特别的事是指什么 老头子说 比如动物的生死 夜晚的怪生 或者家里从地里挖出来了什么奇怪东西 这个时候 徐家人一个年轻人突然说 前几个月宅子里遭过贼 老头子听了 双眉一台便问 可丢过什么东西 徐家人说 没有丢什么东西 就是丢了一块鞭 是清朝的老物件 但是发现的及时 已经追回来了 人都抓了 法院都判了 老头子一听 心道 这是有点门儿了 王说 快带我去看看那块鞭 于是一行人就去了 这个祖宅的祠堂 徐家人指着偏堂乌梁下 挂着的一块黑底金漆的牌鞭说 就是这个鞭 老头子一看 这个牌匾尚书温戎类叶 用的是小凯 若款式军装 应该是嘉庆年间的牌匾 因为这个军装 是清朝近世金印旗的别号 而这个金印旗 在嘉庆十四年左右为官的职位 正是山西巡抚 应该是当年这个金巡抚 在山西任上和徐家有所交际 故而写了这么一块匾额送于徐家 老头子仔细盯着这个牌匾看了半天 也没有觉出什么不对劲 突然他想起了什么 忙急步冲出屋子 走到这个祠堂的一旁 望着屋檐和墙壁思考了半天 想了半上 老头子从怀里掏出了鲁班尺 他在地上仔仔细细地丈量了起来 徐家人也不敢多问 只由得老头子自己瞎忙 终于老头子做完了 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直起身子 拍了拍自己身上的浮屠 沉声道 我知道哪里不对了 你们家这面墙中间有家层 徐家人历时面面相去 惊道 有家层 我们怎么看不出来 老头子抬手道 不多 也就这么厚 说着他用自己右手的食指和拇指 比划出了一个不到五公分的长度 他接着说 都不到一块方砖的厚度 你们自然看不出来 要不是我用鲁班尺 比着极位凉下去 也发现不了 这么大一个寨子 差这个点长度 是个人用肉眼都看不出来 徐家人这个时候又问道 那你的意思 这个家层里有什么古怪 老头子点点头 我看你们家这个屋檐底下有气孔 这可是专门为家层准备的 我觉得你们家家层里 可能养着什么活物 徐家人已经 这个宅子都有两三百年了 你是说这么多年来 这里面一直有活物 还是我们祖宗偷偷养的 没跟我们这些后人说 老头子点了点头 一言不发 把鲁班尺揣回了怀里 徐家人问 那这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他害得我们家这么惨 老头子摇了摇头 都几百年了 要害你们家 怎么不早点害 非等到今天 恐怕这个东西 不是害你们家的 倒是帮你们家的 徐家人这个时候就有些听不明了 想问什么 却都被老头子打断了 老头子抬手指着那块扁道 赶紧上去两个人 把那个牌扁给取下来 顺手把他后面墙上挂扁的几个钢钉 都拿家伙起下来 徐家人忙打发了自己家 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架着梯子爬了上去 把那个牌扁摘了下来 还顺手把那几颗钉子都取了下来 老头子看着那个牌扁被取下来了 一点也没有好奇 看都没看 却直接上前抓住了那几个钉子 一颗颗的对着太阳 仔细观察了起来 果不其然 不一会他就拿出其中一颗钉子 道找到主了 你们看看这个钉子上面有什么 徐家人拿过去一看 发现这个钉子在尖头的那一侧 有一点黑斑 徐家人就问 这个黑色的是什么 老头子一笑道 是且呗 徐家人显然被吓住了 是家层里面那东西的血 老头子点了点头道 那你们以为是什么东西的血 难道是人的吗 那么窄的家层 你们看看是能藏人的地方吗 徐家人这时完全糊涂了 王问道 老六 你别卖关子了 赶紧告诉我们 这都是怎么回事 老头子就从头开始给他们讲解起来 这个牌匾被偷的时候 因为过于笨重 偷他的贼应该是不小心 把挂他的铁钉也弄坏了几根 于是当这个牌匾被寻回来的时候 自然是要重新挂上去了 没了铁钉怎么办呢 于是徐家人一定是又砸进墙里几枚新钢钉 原本这都是没什么大问题的事情 但问题就出在这个墙里面有家层 而且家层里有活物 这个活物是什么 没人知道 但从钉子上的血迹来看 应该是当时砸钉子的时候 恰好把那个东西也给钉住了 于是 所有的事情就发生了 但是整件事情最奇怪的是 并不是因为这个东西被钉住了 而去报复这家人 才产生了一系列的祸事 恰恰相反 是因为这个东西被钉住了 失去了自由之身 才没有能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 用老头子自己的话来解释 是因为这家人的守护神 不能自由地保护这个家族 所以这个家才遭受了如此的灾祸 所以要问 这个守护神是什么 这个我就说不好了 记得当年看动画片《花木兰》的时候 我曾经被深深地震撼过 不是因为这个动画的故事情节 合金战的拍摄记忆 而是因为美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上的了解 说到这里 大家也许就明白 这个所谓守护神是什么了 这就是花木兰里 那个猥琐的小龙目须的角色 几乎每一个百年的家族 都有着这样的一个守护之神 他自然不可能是什么龙 他也许是一只蛇 一条蜥蜴 一只蜘蛛 甚至兔子 老鼠之类 他可以是任何一种生灵 但他的年岁 却几乎和你们家族的历史一样 远远流长 我们家也有 但我不知道是什么 更不知道他身处何方 一切都是秘密 家里的老人 自然也不会和我们这些小辈讲 但你要相信 这种神奇的生物是当真存在的 徐家就是因为自己的不小心 坏掉了自己守护兽的自由 于是几百年来 整个家族树立的形形色色的仇家 都在那一个时间寻上门来 你要知道 一个家族能够立身江湖上那么多年 仅仅靠基善杨德是远远不够的 他们所做过损因德的事情 自然也是不会少的 所以 徐家就遭受到了一连串的打击 不过老头子说 幸好只是伤到了他们家的守护兽 还不打药剂 要是真的害了他的性命 真不知道徐家会发生什么灾难了 故事到这里 也就算差不多到了尾声了 但一如既往 我要再啰嗦两句 关于这个守护兽的杂言碎语 不少朋友都去过故宫 转悠着玩了一天都觉得十分过瘾 都说皇帝家的院子真大 但不知道导游有没有和你们说过 其实故宫所对游人开放的区域 不到整体面积的三分之一 那么剩下的三分之二 那些层层叠叠的院落里 又隐藏着什么呢 关于故宫的奇闻意识也有很多 我只说和故事有关的 当年日本人进故宫的时候 据说曾经看见过一只奇怪的动物 虽然时候派了很多士兵去抓捕 却没有寻到半点踪迹 后来六几年的时候 故宫大修 又有人看见了这只动物 还是一样 整个警卫连去找 也没有抓到它 据看见的工人说 整个动物有尾有脚 嘴边有虚 体表有鳞 四肢有蹄 奔跑迅猛 声吼如钟 你们觉得这是只什么动物呢 我没看见过 我只说我自己的感受 这不就是神兽麒麟吗 好像有点扯远了 我要非说这不知真假的东西 是满清皇家的守护兽 实在是有点牵强 大家都只当听个闲谈好了 但是也使记载 南宋被金锁灭 南宋小皇帝被陆秀夫抱着 在崖山投海自尽之后 金兵曾在皇城里捕捉到一只金丝大蟒 这条大蟒连伤数人后被斩杀当场 事后袁廷曾经调查这个大蟒的来历 因为宋家赵是王朝历代子孙 都有在皇城里建动物园的喜好 史称豹房 专门饲养一些从事借个地搜罗来的猛兽真情 袁廷原本以为这个蟒是从豹房逃出来的 但调查之后却发现 豹房里压根就没有这条蟒蛇的记录 于是这事就变成了一桩一案 也许这就是大宋赵氏的守护兽 也不一定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